风采520安全复工自救会诉求 这次大家齐心合力要求丰益建设 在安全地域之下赶快复工 新竹县政府也要在安全完工的条件下 赶快同意建商进场复工 复工自救会从7月开始网络联署 到今天已经超过200人联署完成 我们复工自救会将持续监督直到风采520复工 风采520复工自救会透过网络联署 方便民众们与外县市或国内外的朋友联署 表达加速复工的诉求 并促使新竹县政府加速复工的决策 加速复工才是正解 其他都是正式操作 拆掉虫盖是不可能快重启沉默的商圈 一复工是为了社区整体环境 二复工是为了以购户的权益 三复工七成就等县佛同意了 感谢珠北市民代表彭骏之先生 帮助我们表达了风采520复工的诉求 即便风一官司缠身也不能影响诸户的权益 让风采520复工案受到更多人关注 这样盖好后的520才经得起考验 风采520复工与否关键在哪里 风采520民众够无权益 不容被忽视 竹北喜来灯商圈周边是竹北市最精华的地区 一定要让商圈更加活络 让沉寂二十年的环境赶快振兴起来 八百九十户风采520污浊才是真正的受在乎 风采520复工自就会这次表达复工诉求 希望能影响并加速新竹县政府 与风一建设的复工决策 网路连署的民众越来越多人加入连署行列 愿能彰显民众对风采520的重视程度 民众透过自身力量 对发起的风采520复工提案表达支持 请新竹县政府与风一建设 积极推动安全复工加速交污市场 风采520复工自就会联络人 范阳齐先生